华友问全光谱LED量子植物补光灯 200瓦的梨花50厘米高度 一方厘米内最高6万乐克斯 最低1万乐克斯PPFD大于200的补光灯 养阅剂可以吗 哪见着了 这个华友问的虽然说很详细 但是你要这么想 你不论是什么样的LED灯 不论是什么样的补光灯 它都不可能替代阳光 如果说能替代阳光的话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我把太阳逼 是吧 让我们家小伙揍一下 把它给射下来 你是来拉屎的吗 那我安个灯泡上去 我开个开个开关 对不对 我开个开关 白天黑天 我让白天也能懂夜的黑 行不行 不现实 所以关我们 哎呀 不光灯这玩意呢 因为这个 我要说这个不管用嘛 很多人就得跳出来骂我 我只能跟你说 它不能替代阳光 你别指着说 你家里边光照不够 你想想月季 你买补光灯 燃并暖 对吧 养花就养花 光照条件不足 就养一些耐阴的植物 光照条件好 就养一些洗羊的 没有那个条件 好好挣钱 买补光灯的钱 好好攒钱 在深圳买个厕所 只要带阳光的 养花都比补光灯强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赞一 觉得不是 就得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 不见不散